数码科技运用在各个领域 近年不少机构更是将善心带上了云端 在数码科技的帮助下 不少慈善团体在筹款方面 比过去能够更快而且筹得更多的款项 有慈善团体表示 过去利用一个捐款箱 一年可以筹得大约2000元 但是在数码科技的带动下 这项筹款目标三天就可以达到了 那这一期的《晨光聚焦》 我们一起去了解 科技如何提升捐献款项和捐款体验 疫情持续超过一年 有的人在第一线抗疫 也有人在背后默默资助 共同筑起一张保护网 疫情期间虽然大家都收紧荷包 但善心并没有缩小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的 网络平台Giving.sg 在2020年所收到的捐款 就比2019年超过两倍 特别是在去年4月 我国实施阻断措施期间 和去年12月的捐款额 都达到2000多万元 写下新高 需要帮助的就是 尤其是客工 前线人员 或者是food security的一些项目 如果我们用2019一整年的捐赠数目 来比较于2021年1月到7月的那个数目 其实2021年的数目已经超越了2019的全年的数目了 有慈善组织表示 线上捐款当中 由个人或组织发起的群众募资 由于清楚列明款项期限 项目用途 捐款者还能追踪款项去向 以及受惠人的最新进展 透明度比过去的传统募款方式大大提高 因此 众筹都比较容易达到设定的目标 有的甚至超越目标 过去 我们常常可以在地铁站 巴士站等地方看到慈善组织 手持捐款筒呼吁捐款 或者在商店出口处看到捐款箱等 但在疫情期间 这情景已经较为少见 所以现在的疫情 确实影响了传媒 所以他们不能再依靠 比较传统的方式 例如活动 或街道资金 所以现在更重要 甚至更为他们使用技术 早在2010年 就开通线上捐款的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 在2015年 创建了名为Giving.SG的平台 让捐款者选择所支持的慈善组织和捐款项目 捐款过程更便捷 而且涵盖人数广 疫情后 中心扩大慈善线上项目 当中包括捐赠用品 线上志愿者活动和线上授旗日等 我们把那个志愿活动放在线上 好像补习 交友 辅导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电子受齐日 就是用WhatsApp把那个QR数码发出去 然后公众能用PayNow来捐赠 目前有超过600个慈善团体在Giving.SG上受惠 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正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携手打造数码慈善肝榜有望两年内完成 当局希望通过数码慈善肝榜计划将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整合在一个平台上 我们也会介绍数字分析 能有一些资料和资讯 补贴他们创建他们的项目 如果他们没有那个科技的能力 然后我们会辅助他们 疫情期间不少人为需要帮助的人士慈善团体发起众筹 网络众筹平台希望之光表示 在疫情期间由个人发起的众筹项目 增加了两成 在这同时一些众筹平台也利用科技 更好地保护捐款者和受贿人 另外像刷卡一样方便的捐款科技也逐渐地兴起 这对未来的捐款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 我们一起去了解 在餐饮店用餐或打包 能填饱肚子外 还能顺便做膳事送暖 本地金融科技公司推出捐款终端机 顾客只要在终端机上输入想要捐献的数额 再扫一扫信用卡就能完成捐款 这款机器通常都摆放在付款终端机旁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同12家慈善机构和组织合作 有慈善组织表示 在运用数码科技筹款后 大大提升了捐款数额 差不多三个多月了 比起一开始来说 从这个渠道收到的捐款增长了大概四倍左右 所以其实蛮受鼓励的 开始看重的是因为它的机器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比起传统的捐款项来说 它对于商家来说会比较方便 比较不占位置 在疫情期间 有慈善机构将捐款终端机 摆放在几个店家收银柜台 短短的三天就收到2000元善款 这是过去需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达成的款项 除了捐款终端机外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也计划推出慈善活动流动式捐款系统 开发手机捐款应用程序 以及面向企业的社会责任数码平台 另外金融科技公司也和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合作 让捐款者在捐款后 可以通过登陆SyncPass 引用MyInfo功能来确认身份 省确处理豁免缴税的手续 本地众筹平台慈善组织希望之光 则让受惠者通过MyInfo功能 简化身份验证流程 以前的话就要拿他的IC 还是拿他的BIRDSET CPF来确定他的背景 可是现在如果用SyncPass的话 他们只需要Scan一个QR Code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他们的资料 陈恩解释 引用简化身份验证的程序后 组织不再需要像从前一样 需要经过多次的访问和查询 来确定受惠者属于低收入家庭 这程序能更好地照顾受惠者的感受 科技日新月异 多个慈善机构都认为 慈善领域的未来离不开科技 你知不知道如果对疫情和疫情 时的疫情或疫情 我们也认为疫情和疫情 时间代表着新闻 除了疫情关系 经济从前一样 并不是医院的医院 医院与疫情中 也许是在这些疫情中 尤其当时 疫情中 要是每个人去沿用 每个人去奋证 所以 充满荣赠败 就得像上网基金 出味道 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